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柬埔寨分会长 同时也是柬埔寨女公爵的黄桂云 十年前拿三数万美金共同投资土地 现在想要拿回获利却一再遭拒 指控对方涉嫌诈财 黄桂云这天提出澄清 表示Nancy不付土地分割等衍生费用 也拒绝协调 针对相关指控已经委托律师 在台湾跟柬埔寨两地提告 然后这一次他说他把他的七甲地卖了六十八给人家 我说没有关系你卖 我们都有图嘛 我都有赖来赖去 我说你有卖没有关系 你跟他看我去律师那里来讲清楚 看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协调啊怎么样都可以 不是不可以 地都是在的 不是像他讲的跟我别地 那个八十几甲 八十几甲地也没卖 也没获利 获利说我卖掉都没有 黄坤表示十年前投资柬埔寨土地必须成立公司 由当地人持股百分之五十一才能购买 当时曾经为Nancy开公司购买八十甲土地中的七甲 但他拒绝衍生出的公司税等费用 如今要拿回获利 也要先卖地才能拿回 而且衍生出土地分割 测量等费用 使对方拒绝协商 就指控他诈骗 那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说 也是透过今天的机会 然后也让连女士 那因为连女士真的讲实在 我是觉得他有一点点 已经等不及了啦 所以他就说 我把其中的部分的土地卖给谁 希望透过某个人的关系来给他压力 所以他都说 我今天来讲 百分之六是已经卖给谁啦 然后这个人 怎么样啊 那就给他压力 所以房女士他认为 今天他透过这样的方式 对他来讲 已经构成一个恐吓 律师表示 对于Nancy投资三十五万美元 拥有七甲地没有争议 但要卖地或拿回获利 Nancy要计算投资时间 公司税金 土地整地 以及未来要买卖衍生的土地测量 分割等费用分摊 但对方却拒绝协商 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道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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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